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自己母亲的指责 妻子压根不在乎 而此时任范也开始跟踪起小仙道 原本打算下狠手的人范发现小仙道竟然是健身教练 立马怂了 因为没有解决自己的心头大恨 所以任范在工作的时候 将病人看成自己的妻子 差点叫人掐死 把病人吓得落晃而逃 而此时岳母也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小仙道 威胁警告了一番 但这好心的行为 任范并不知道 她找到了岳母 用美容针将她杀害 在晚上吃饭的时候 任范一直问妻子这肉好不好吃 而这肉的来历 大家应该都懂 得知自己丈夫已经癫狂的妻子 还是惨遭任范的迫害 此时任范真的成为了任范 在工作上 只要敢违逆她的人都纷纷惨遭她的毒手 护士长在举报的时候遭到了她的袭击 以及顾客还有小护士都纷纷遇害 所有遇害者 只有一位小护士逃了出来 他也将人犯在医院的所作所为给举报了 而此时 几天不见妻子的小仙诺 也来到家里寻找妻子 发现了被囚禁的妻子后 他也举报了人犯 就这样 医院和家里都纷纷来漫的警察 警察虽然高度重视此案 但是却没有一点进展 而此时任范早就躲了起来 目睹着一切 他找好时机 来到妻子的病房 给他注射了一些不明药物 更在病房等着小仙诺来探视的时候 从背后偷袭了他 最后 他跟妻子做了一场道别 然后将他毁了容 人以为大仇以报的人范会砍头世界 选择自我救赎 但他并没有 他将一位在路边流浪的男子给杀害了 然后抢走了他的身份证 最后将自己毁容 在整容医院的帮助下 他整容成那位流浪者的模样 手术十分成功 于是 拥有魔鬼心的人范 继续在这世界苟活了下去 故事结束 报复是每个人内心都会有的思想 在面对了让你产生报复的事情时 很多人第一想法都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他们此时严厉只有仇恨 于是连锁反应也就是这样产生的 你报复了他 他家人就来报复你 你家人也去报复他家人 因此循环 这就是一个无底洞 想要终止循环 就看谁可以在最终的时候醒悟 然后将事情的一切都冷静地分析 人犯的事错在妻子 但是人犯也不能说没有错 毕竟有时候女人也需要自己来人的合乎 而不是异味的物质需求 有时候仇恨的思想一旦形成 如果无法摆脱 那你将后悔终生 更多今天的视频 请关注少年电影 那咱们 下期再见